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懂得为啥 怎样的去量力 那怎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 很正确的去跟那些目证者 量力的话 我们就会也做出一些冒犯 对那些目证者 古典也说了 如果说一个人 他是出界的 他们就会想 想那些人们 他们有那一种品质 他们就是觉得他是高级风扇者 我们也听了很多次 在卫生文的圈子 甚至在卫生文外边 很多很多不同的 都是欺骗性的导师 欺骗性的导师 他们把他们自己当成高级风扇者 就像觉悟了自尊主的那些 然后他们给他们做一种的名字 现在都有这样的情况 印第十篇 印第十篇 他们都知道 印第十篇 印第十篇 是关于Krishnan Krishnan是谁 Krishnan是谁 Krishnan是主尊主 他是主尊人格守神 Krishnan自己 他也就是证实 他就是主尊主 他每一个阶段在那 甚至他是很小的时候 他几天大 他就把布团人搞定了 杀死了 然后他也是 他给你看 他就是自尊主 他能是那些 所谓的那些冒充的孤伦吗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 他们其他的孤伦能做到这样吗 他们就是一点神秘力量 他们就能够变成主 他们能不能像 Krishnan这样 长相的自尊主样子 他们能不能长相 就宇宙形体给他们看 所以他们想模仿Krishnan 他们就跟很多女孩子一起跳舞 很多人在卡利年代有很多人这样 特别人像蒙加拉一带 都有很多这些 这个就是很大的那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 很长很长时间给他说的主题 Dr.C的那些来说 在卡利年代 就是说欺骗 被欺骗 99.99%的人都是这样 不是欺骗就是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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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欺得就表示欺骗 然后欺骗就表示被骗 然后欺骗就表示被骗 他们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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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那种正确的道路 我们怎么能够去做方案 其他的那些 就是欺骗就是被骗 但是我们自己的那装修 他们只要咱们怎样 跟威少娃有两意 联系 就是于我们自己的不成熟 我们一看一个呢 初级红扇者 觉得他是个高级红扇者 然后他们就开始呢 就是像高级红扇者这样的尊敬他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做 拿威少娃不辣的冒犯 当然因为呢 没有看到真正的高级红扇者 实际上那一些 真正的位于最高的那些人 没看到 因为他们很强悲 看上去他们就是没用的 那些呢 那些呢 或者是呢 冒充的 他们就是说得很好听 然后把他们大家呢 就思想一洗脑袋 然后脑袋一被洗 就觉得他们都是很高级红扇者 现在神随红扇者 他们有觉悟了 他们呢 是属于马哈巴格瓦 叫高级奉扇者 但是啊 你看他们呢 就是你就觉得 哎呀 他是这样啊 你看他有错误 这个错那个错 然后把他当成了 这普通人看 这样呢 就叫做什么 又是高级红扇者的冒犯 因为 凑级红扇者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那个 这个都是要资格的 一个凑级红扇者 什么样资格 一个凑红扇者 什么样资格 就是说 也就是说呢 还在物质的那个层面 还在物质的那个层面 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完全呢 就是说成熟的得到发展 他们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 所以他们其他人看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搞错了 但是他们看到一个高级红扇者的时候 他们就会呢 对着那个人呢 就是这样的 很冒犯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到底都可以看 所以说 所以说 那些奉扇者 都应该明白 露巴格沙威所教导的这些世界 要很细心的这样去看 那么就是在事实的这个地方 当一个人就是说 在这一个屋子世界的条件的话 一个人就能够明白 然后他们会变成那契纪 他们也知道 就是那些 为什么哪一些是初见 哪一些是中见 哪一些是高见 所以拿在手事中 露巴格沙威所教导 Krishne Yasekidamnama Nesateta Yisth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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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可以反映线 他们会想念 是我们就这样 我们要先看到 风扇者在一起 其实风扇者有很多不同的那种阶段 不同阶层 有的是刚刚开始 有些已经来节目 有些人还在中等的那种程度 各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那些人他们就说去学习整验 正确的去尊敬那些不同的那些风扇者 不同的那种风扇者 然后呢 就我们在心中都这样去服 去尊重所有的Vishnava 不管啊 就是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来的都好 我们都去尊敬 不管他们的家庭是什么 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应该呢 应该这样去尊敬 其他人们调教他们出生 他们来自哪个地方 这个都不重要 当一个人要是说 他们来到了 孤独高级风扇者的庇护 而且呢 他呢 就是完全故意 想成为他们的门徒 那么这个人呢 现在呢 就是说 都应该得到尊重 最起码呢 在心意中呢 要去尊敬他 最起码呢 在心意中呢 要去尊敬他 我们应该呢 这样子 用心中去尊敬他 那么中间风扇者 他会对啊 所有人呢 都给仁慈 所以说 那么 那么 古鲁铁铁 其实他是谁高级风扇者 在为床破 所以 他也像那中间这样 中间呢 他其实是为了呢 给仁慈 因为高级风扇者 他完全超然了 他不会呢 看到其他东西 那么 所以呢 一个船就是 高级风扇者 他为了床 他们患在了 中间那两阶段 才能够去 跟别人有交流 那么 中间风扇者 他们就是 就呢 得到了 Diksha的启力 然后呢 不断呢 为 咕噜 在那儿 不断呢 在念诵 就是说 跟谁所有的 那些规则 那些规则 那么对他们之前 我们要顶拜的 Dandaba Pranam 特别呢 是那些 的初级梦想者 他们呢 应该呢 高 高级的 比我们高级 自己 我们应该去尊敬他 如果一个风扇者 他们自己是在 是一个初级风扇者 然后呢 有人比我们高 我们一切尊敬他 然后呢 有人比我们高 我们一切尊敬他 如果说 如果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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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kti 的 Lata Bhakti 的 风爱的那种 漫草 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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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一个人要去偏离 或者是有一个 严重的冒犯呢 就会把那个 风爱的那个 漫堂 都两根拔掉 那么就是 什么就是 疯狂的大象 能够呢 就是把一个人 要死去 为什么 Bhakti 他呢 他呢 就能够把他 两根拔的这样的 去 嗯 毁掉 就好像一只 大象来到 那个花园 哼 因为他醉了 或者是 疯狂 然后他就把那些 所有的甘蔗 全部 两根拔上来 然后扔在地下 用他们的壁子 那么 马阿波波说 千万不要 就是说 有微小的冒犯 有一本很漂亮的书 大家呢 可以看看 这些书 一门加拉伊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已经把它编成 那个 英文 就是说 Bhakti Pa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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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很多很多 文章 从《韦达经》 啊 从《伯�iqu碗唐》啊 从《伟达经》啊 从《伯叫碗唐》啊 上《伯叫碗唐》啊 他拿很多的例子 啊 这样啦 他拿很多的例子啊,这样的。 就是说,人们要失所,哪要失所。 一个人要失所,对圣人有冒犯的话,那会怎样。 那怎样的就是说,麻烦会怎样的,不要他们。 如果说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学习,没有学习,没有学习。 听不到吗? 我已经这样拿着讲了,还小声。 没声音吗?有没有声音啊? 你们说有声音,他说没声音怎么会成? 一个人就是完全了解。 在他的八层逍遥里边,二十四小时,就像一个连接不动的那种链子这样。 这是内在的,完全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他的那个灵性的那种身份。 他就这样不当地去服务。 服务主拉大亏产在八甲,叫他们逍遥时光里边。 那么外在呢,他就在念诵,就像过双美这样的。 就说了八,八甲六过双美是, 所以他们怎样顶拜啊,然后呢,每天呢,就像固定的签书。 然后每天呢,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用他们的时间。 你根本对方法大家讲一语 听到这种情感,就是? 哩到它之后,就像他这样子的ятельrator。 哩到在这个背上草的类って。 哩到它那样子,就像这样子。 也没有错节 也没有所有欠良 这一种呢 就是什么 风扇的高级风扇者 一个人要算很幸运 能够有这样的高级风扇者的两一团 Sangha Laptaya 就是表示他的那种 两一是最令人渴望的 那怎样去呢 靠近这种高级的风扇者 Sus Musaya就表示 完全呢就是归于他 因为他是像古鲁 向他顶拜 完全归于 完全是尊重的 然后呢就这样呢 服务那个Vishnava 24小时去服务 如果我们能够呢 跟路包括双美学习 然后这样去跟谁的话 我们呢 怎么样能够去学习 然后呢 不要呢 是因为一个高级风扇者 他外在的东西 我们呢 其实对他有批评或者冒放 我说我们应该是拿去看他的纯洁的纯度啊 如果我们能够跟风扇者呢 有这样很好的关系的话呢 这样呢就能够拿去 跟在那八甲这里啊 很好做吧 这样 古典啊就是说 给这么漂亮的书 我们大家呢 都应用于生活中啊 就灵修生活 活不怕也有 就是说教导和录这本书 这样呢 我们呢就是说 灵修和能够呢 得到提高 那么有一天呢 我们能够成为那个 纯粹的风扇者呢 为归习 就是说真正的服务 就是说真正的服务